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俄乌战场的情况 那么今天夜间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宾间区进行大幕空袭 这是空袭的情况 多地发生火灾 报告的数据在阿迪格,也就是麦科普当地的俄军机场附近发生大骨目的爆炸 罗粗夫地区内有10架无人机被电子战系统压制摧毁 一枚乌克兰的导弹在库尔斯克地区被防空部队击落 另外有一架无人机在布良斯克地区被摧毁 比尔德地区的俄军击落了4架无人机 当晚俄军也对奥德萨伊利切尔夫斯克 切尔诺夫斯克港发动了导弹袭击 伊斯坎尼尔导弹摧毁了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军火船 现场视频发现有一艘悬挂巴纳马国旗的集装箱船受损 俄军在奥德萨又摧毁了北约 向乌韩提供军火的船只 实际上俄军对奥德萨的打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摧毁奥德萨这是今天奥德萨方向发生爆炸的情况 摧毁奥德萨这个军火船 另外今天哈尔科夫也发生爆炸 大家看看10月10号 10月8号对哈尔科夫也进行打击 主要是打击这个军火 北约援助人这个军火 那么周一至周二晚间 俄军突袭了奥德萨切尔诺莫斯克港 这个奥德萨的这个港口呢 在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它在奥德萨南部 是在南部的 靠近这个多脑河出埃口的位置 突袭这个港口呢 根据在尼古拉耶夫的俄情报人员 从现场发回的这个消息来看呢 导弹打击的港口卸货船 这个卸货船在卸货期间遭到打击 也就是通过情报证实 这艘船运的就是军火 而且在卸货期间 整艘船被摧毁 那第一次打击呢 是10月6号 俄罗斯的国防部证实 一艘装弱弹药的集合箱船 被俄军摧毁 船只呢 是欧洲运送武器的弹药 使用的是一次战争M导弹 另外9月21号呢 有一艘携带导弹和弹药的船只 也遭俄军空袭 那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分析呢 奥德萨地区的乌克兰港口是 乌克兰武装队获得武器 燃料润滑油 主要门户 那乌克兰的盟友呢 长期一直利用外国商船 将弹药运送至乌克兰 此外一些船只呢 乌克兰武装队士兵还部署了防空系统 多管火箭系统和无人艇 奥德萨地区船只呢 是俄罗斯打击的合法目标 分析称呢 对港口设施的打击增加了武装部队 战术概念上的改变 由于莫斯科此类行动 西方国家正逐渐失去支持 乌克兰武装部队后勤的能力 而外交部外交学院的主任 叫柯九林 他分析啊 奥德萨地区的港口拥堵率很高 粮食供应仍然经过奥德萨港 这解释了当地旧物设施很少遭攻击的原因 很难识别哪些船只携带粮食 哪些船只携带弹药 在此背景下呢 俄罗斯需要加强电子和人员情报 将向奥德萨 向尼古拉耶夫方向 派出更大的情报部门的人员 到现场去进行情报收集 可以不同程度的控制 物件的武器来源的辨别 此外呢 对敌人加载时 也会考虑 使用各种情报手段进行侦查 乌克兰船只呢 经常是在其他国家领海航行 这使针对武器打击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在其他领海航行时呢 可以悄悄将武器运送上船 有些粮食船上面 刚开始出港的时候 是装饰粮食 那么在经过某些国家领海的时候 突然就装上了弹药 这个俄罗斯方面 需要加强对奥德萨方向的情报手机 那此类袭击呢 不仅是销毁了特定的货物 承担武器运输承包商 也遭重创 这些武器承包商有超额利润 因此他们不会中断 向奥德萨提供武器的这个通道 因为只要运送一批弹药 他们的获得的收入是运送粮食 和其他物品的这个数倍之多 所以这种冒着风险 向奥德萨提供粮食 提供这个弹药 不会中断 这次打击呢 是可以警告这些供应商 就欧洲的这些航运公司 就俄罗斯未来呢 这种打击可能会更多 这是目前俄罗斯方面 对打击奥德萨港口 最新的一个分析 另外呢 俄罗斯方面也认为呢 有些船只呢 其实主要来自于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港口 所以实际上就是从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转运至奥德萨 那这一点上呢 在黑海方向 俄罗斯方面 未来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港口 也要加强监控 甚至可以进行封锁 从这个分析来看呢 奥德萨地区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整个军事运输的关键枢纽 通过俄罗斯高质量情报 清理运送武装部队船只 进程再加快 俄军从现在打击情况来看呢 不会轻易的袭击船只 是有精确的情报掌握后 才发动攻击 另外呢 俄罗斯方面也提到啊 黑客呢 在这次打击情况下 其实也起到了作用啊 而黑客呢 也获得特定船只 包括船员信息 包括很多船只 进出的一些信息 所以俄罗斯黑客 也对奥德萨地区打击 情报收集 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资料 所以这是俄罗斯打击奥德萨 可以看到每次打击 背后实际上都是有 各情报部门通力协作 还有大量的人员工作 提供的信息 那么今天呢 俄罗斯方面也公布 在蒂尼伯方向啊 摧毁了爱国者系统 这是打击爱国者系统 现场视频 可以看到两套发射装置 俄军摧毁的是 可以看发射装置后面的这个 雷达 雷达系统遭俄军摧毁 地点呢 是在这个位置啊 在蒂尼伯的这个位置 摧毁的这个爱国者系统 包括雷达和控制中心 被俄军摧毁 这是又一套啊 爱国者系统 被俄罗斯的无人机发现 随后摧毁 整个完整视频呢 有兴趣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下 这次摧毁的这个爱国者系统呢 也是美国啊 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新的一套爱国人系统 所以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对整个的防空系统 乌克兰防空系统这个打击没有停止 另外呢 现在在 斯拉布扬斯克北部的 塞菲尔斯克方向 俄军呢 今天宣布解放了 谢列布良卡 那俄罗斯方面呢 对谢列布良卡方向 这个解放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图 在这位置 俄军升起了这个国旗 可以看啊 这是俄罗斯方面 升起国旗 俄军呢 是在 别洛哥罗夫卡方向 别洛哥罗夫卡方向 发动突袭 从这个位置 因此呢 在南部集团军第三军 第二旅的士兵 完成了突袭任务 此前呢 俄军在这个北部森林 在这个北部森林带 斯拉布扬斯克北部森林带呢 一直处于一种僵持阶段 但是现在来看呢 但是现在来看呢 俄军在这个方向啊 从别列哥罗夫卡方向啊 系列布良卡 已经完全控制 形成了对西兰斯克方向的这个 一个夹击 一个前行公式 这个森林带呢 过去一直处于一种双方的这种 反复争夺中啊 但现在来看呢 森林带被俄军控制以后呢 能够越过北顿年祠河 到达这个红军村的南部 塞布尔斯克的北部就被俄军控制 可以看这是森林带 这是北顿年祠河 它北部呢 就是红军村 红利曼 它的北部呢 还是热烈别基河 这条战线 那么越过北顿年祠河以后啊 红利曼方向和斯拉布扬斯克 之间的这个 北顿年祠河这条防线 包括亚务比尔这一线 就被俄军控制 所以塞布尔斯克对解放 斯拉布扬斯克非常重要 那实际上9月15号的时候 俄军已经开始在塞布尔斯克北部 发起攻击 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这种森林中的 激烈的这个阵地战 但现在看俄军已经突破 乌军呢 现在并没有完全撤离啊 乌军的下一步可能会进行反扑 所以这个位置的双方的这个争夺还会持续 除了在塞布尔斯克方向以外呢 在卢干斯克方向 俄军呢 向涅夫斯基引南 诺沃斯拉布沃斯拉布尔斯克方向发动攻击 另外呢 现在在托列斯克方向 在对面这个托列斯克 在这位置 俄军在托列斯克市中心的这个战斗呢 发动强攻 在格鲁舍夫斯基大街引南阵地 以被俄军占领 目前呢 双方在阿万加德体育场和中央市场 进行激烈巷战 俄军队呢 从扎巴尔卡地区向 杰尔斯克矿区向方向前进 俄军已攻占了当地的行政大楼 乌军呢 从扎巴尔卡以西森林和纳哈罗夫卡地区已经撤退 托列斯克方向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俄罗斯方面啊 已经控制了行政大楼 说明俄军已经在市中心站稳脚跟 后续俄军将对托列斯克整体进行解放 那么又形成了对军事坦尼罗夫卡南部 整条斯拉布尔斯克 都要克拉马托尔斯克整条防线 可以看南部地区的这个夹击 那从塞埔尔斯克到托列斯克看到了吗 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 形成对斯拉布尔斯克整体的一个南北的包围 所以我一直在讲 现在来看呢 对托列斯克北部的这种包围 北部斯拉布尔斯克方向的包围 也已经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 从塞埔尔斯克方向开始 这就是俄军的目的 而在顿尼斯克南部呢 现在看俄军整体是对 红军村到库拉霍 再到沃达尔 大诺尔西卡这一线 俄军的进行这个平推 所以从整体看俄军在整个顿尔斯克南部和北部 已经形成优势 那到2025年可能俄军就完全解放顿尔斯克 完全解放这个宪法边界 这是今天的俄罗斯方面的最新的战报 后期有更多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分享